我们刚刚已经告诉您 乌克兰战事的发展 绝非当初普丁的构想会是如此 它原本设想的是一场非常成功的闪电战 让乌克兰几天就拿下 永远的臣服 甚至成为了俄罗斯的附庸 但如今的消耗战在打下去 俄罗斯面对的是国际的全面性的孤立 以及经济上的倒退 甚至有人说将回到30年前的旧苏联时代 我们看看俄国在目前国际的制裁之下 经济市场发生的变化 卢布对美元已经贬值了30% 俄国的物价上涨超过了12% 俄国政府虽然用银行涨利息 禁止外汇买卖等管制手段来管束国家 同时以管束消息 新闻控制的手法 让人民不知道真相 但能拖多久 七千人甚至上万人的阵亡 俄国人民能够接受吗 普丁知道自己的地位 目前在这场战事 已经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他又能够支撑多久 我们看看俄国社会在如今 虽然俄国战场上是以战逼合 战以及谈同时进行 但事实上俄罗斯在国内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当街头站出来呐喊不要战争的俄罗斯人 越来越多 珍报警察越是加强镇压 第一默默暴力场景 在21世纪当今的俄罗斯 完翻上演 不说反战 只是高许写着要普丁该退休了的标语 也会被抓 站在俄罗斯大街上 即使不说话 拿出白色小字头 不论写什么字都会瞬间被带走 开战至今因反战反普丁 遭逮捕或拘留的俄罗斯人 已超过一万五千人 更有二十多万人逃离出境 但走不了的百姓 生活也因欧美的种种制裁 一夕就变 如果再走一趟超市 就知道改变有多大 只要超市架上糖和面粉等 民生必需品一补货 民众随即拂涌抢购 这边出现大规模短缺 但满不到的恐慌情绪蔓延 民众有货就抢 有货就囤 于是业者祭出限购令 或以家质量等各种措施反制 也会更加更高 会购买几十多万元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同一时间强力 放送生产线画面 总理还少见出面挂保证 说有货 但百姓就是没人肯信 因为他们早已尝过 苏联解体前的经济苦果 有多惨痛 再以糖为例 开战至今应抢购 销量暴冲十倍 俄罗斯政府干脆禁止 在8月30亿日前 出口白糖和粗糖 另外6月30日前 包括小麦 黑麦 大麦 与玉米等粮食 也全面禁止外销出口 糖 麦 乙面粉等 国内生产的粮食已是如此 欧美等国的进口商品 因供应链彻底中断 涨价情况更严重 眼前这整柜欧洲啤酒 价格几乎翻倍 喝一罐欧洲啤酒 最少也要花近90块卢布 且这整柜卖完就没了 没得再进货 即使顺利采买到想购买的食物 结账方式也很不一样 不再是有卡万事通 如今俄罗斯人手上 拿的Visa和Mastercard等信用卡 通通便费卡 为了俄罗斯当地银行发行的信用卡 才能反账 这才引发的种种不变 让百姓拼命挤兑 随着战争田鼠拉长 卢布越来越重贬 2月23日开战前夕 81.15块卢布可兑换1美元 一周后重贬值105块 如今逼近130块卢布 才能换到1美元 贬值幅度已高达5成5 为了稳住会事 俄罗斯规定 9月9日前百姓净换欧元与美元 等外币 提款机也只能领卢布 却有近8000名俄罗斯观光客 因制裁祭出当时 正在泰国与印尼等地旅游 碰上有卢布 也没得换汇的走进 这个卢布 卢布有两个人吗 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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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卢布没人肯换 信用卡又不能刷 加上回程班机遭取消 这些枚飞机回俄罗斯 近8000名百姓 只能 只留海外 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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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虽没限制民众出国旅行 但光是没飞机可搭 这件事就让观光旅行变得不可行 也无法像过去一样 能透过社群媒体接触外面的消息 打开YouTube与脸书等全遭封锁 上网购买海外商品 当然也不可能 如今世界多国加速与俄罗斯切割 特别是当象征西方的标志 麦当劳宣布出走后 1990年代随着第一家素食店 麦当劳进军俄罗斯后 意味着苏联加速瓦解 也积极转向开放 现在一口气关掉850家据点 对俄罗斯经济冲击也很大 麦当劳虽说薪水肇富 但随着战事持续 且超过300多家跨国企业离开后 16日普丁首次认了制裁 对通膨与失业率的冲击 却指责都是西方的阴谋 普丁坚持说俄罗斯绝对顶得住制裁压力 但真是如此吗 他发动这场战争 已把俄罗斯打回30年前 苏联解体时的情况 50岁的爱妮娜说 如今的俄罗斯又在重现 30年前苏联瓦解时 无止境的排队 与必需品永远深色的情况 这年解体30年来 俄罗斯民众努力打造的社会荣景 一夕化为乌有 出走的欧美等外国企业 何时会再回来 至少未来5年都不可能 当经济再次走向孤立之际 这场并非俄罗斯民众发起的战争 却因普丁的一意孤行 让百姓保兽经济疼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